正式發表這款系列 這次總共有三支分別 是Ludon Pro、Zenu Pro以及Zenu Pro 這次大家可以看到 iPhone跟主畫面 是WithLoft Photo 我們主打的是相機功能部分 這次分別都是搭配雙鏡頭 我們會在後續介紹大家細節 首先我們第一次看到的是最高階的 旗艦機種Ludon Pro 在目標值部分我們所定就是 程式探險人家 認真工作用心玩 然後認為拍照是身為一部分的人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外觀部分 在黑色部分我們其實採用的 前後的玻璃附膜都是非常特別 非常閃亮的 然後在中框的部分我們使用的是 就是我們處理過很多次揚機超寶 所以整隻手機雖然就是黑色 但就是一般的黑 它會就是非常閃亮 大家可以就是轉一下自己是這樣的手機 那至於白色部分呢 它也不是一般的白色 我們在中框 你可以大家可以拿一下手機 就白色中框 你可以轉一下 呃大家可以 我上次沒有白色 沒有白色 沒有白色 什麼 誰有白色 然後可以期待一下 是不是這樣才能夠自己去買來看看 就是我們白色的中框 就是有用了一些什麼 呃珍珠版的漆 然後會加上一些 紅色啊藍色的粉 或是你其實翻轉的時候 會有不同顏色的樣子就漂亮了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是 面板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 4HP的MOA 然後MOA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高對比嘛 然後呃高色域 然後亮度是有達到500厘層 然後以及就是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我們搭配TrueToLive 影像技術 可以就是讓大家 在戶外光線上的強烈的時候 看到一些暗淡影片 我們會就是把 顏色的自動調校先 也會讓大家看到 還有就是護眼的降藍光模式 這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了 然後接下來進入到就是 最大的重點 是我們的雙鏡頭系統 好那大家可以其實 看到這一台就可以發現 我們這一次手機 呃主鏡頭兩顆嘛 然後行李箱三顆 全部都是Sony的 非常高規格的 的Sensor 那在前進 前鏡頭部分 根本是800光畫素的 前進那個 中力IMX319 Sensor 那我們使用的是 F1.9的大光圈 然後而且這一顆鏡頭 我們非常特別是我們 還有PDA5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 去做自動對焦 那在主鏡頭部分呢 有12Mbps 以及16Mbps 分別是 Sony IMX362 以及 Sony IMX351 這兩顆鏡頭 那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有標出它的 PocoLens 因為我們這兩顆 雙鏡頭 其實我們的 原理會是跟 電風三論是比較類似的 我們有一顆是 比較廣角 另外一顆是比較遠距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 兩倍的光學變角 對 然後此外呢 建議自首的也是搭配了 TrineHack三魂對焦 就是包含了 Duo PDF 以及雷射Vocus 還有就是 自動追焦 可以達到 0.03秒測試追焦 然後以及就是 我們都會有的 OIS 然後最後就是 有支援弱檔格式 那弱檔如果相信 有在玩數位相機的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它是一個 包含比較多 色彩資訊的相片 所以你可以自己 在電腦上做後製的時候 可以做出更新的 更新的調整 那這個就是在講 我們的 論的部分 就是我們提到 我們的鏡頭兩顆 Zoley的鏡頭 那我們可以 因為FocoLens 一顆是25 一顆是50 我們可以做出 兩倍的光學變焦 那光學變焦 跟一般數位變焦對比的話 它就是可以處理的 更精細 不會因為 就是數位變焦 可能畫面就不妙不一樣 然後我們最高的 通通論是可以達到10倍 然後再來看到是景深功能 那景深呢 其實我們會有 一般可能就覺得 我們可能之前在 用三代手機就有 單鏡頭的景深嘛 那其實單鏡頭景深 是針對人相去做 偵測連續做眉眼的景深 去偵測區 去區分哪些是配置 哪些是你要留下來的物體 所以我們不只可以 對人減深 也可以睡物體減深 對 但這個部分 因為是1號搜尋位 所以我們其實 呃 導入的時間是還沒有很確定 但是 就是可以 大家從 繼續發入的消息 還沒有 會在後續更新 然後再來看到是自拍 那自拍鏡頭 度過我們使用的就是 Sony IMF319的感光元件 那這一顆它有1.9的大光圈 而且是有點超大光光元件 可以打到就是兩倍的那個 感光提升 然後 而且這一顆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有就是 Opocop 而且並且是PDA 所以可以打到更快速的對焦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們還有特別就是 搭配了Super Pixel的處理器 就我們除了運用我們就是 高貨CPU的Image Processor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導入這一顆 特別 處理影像的處理器 然後可以讓我們就是 台拍攝的時候 可以降低照片的倒點 然後也可以在 呃 夜拍的時候 或關注的時候 可以提升感光副作 然後再應該是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 Pixel Master 3.0 那這個部分 待會在Fone Pro的時候 會有另外一位 TN會做更深入的介紹 我這裡就簡單帶過 就是Pro跟Fone有差異的部分 好那第一個就是 額 相位對焦部分 我們這次除了就是 是PDA 主要我們還是Dual PDA 那差異就在於說 一般的PDA 它其實並沒有每一顆Pixel 都具有對焦的功能 但這次Dual PDA 我們就是每一顆Pixel 都可以拍成就是 兩一半 然後去做相位的對焦 就是用就是每一顆都拍成左右 然後去用那個鏡頭子去就是 用那個角度去判斷物體的距離 然後再來是雷射對焦 我們可以偵測到距離1.5M以內的物體 然後這些就是EIS OIS 然後這就是剛剛提到的 Super Pixel Processor 然後在1.4M以外超大 改光元件部分 我們這次是前後的Sony IMF36 跟36 都是有這麼大的改光元件 所以我們可以在夜拍的時候 就是亮度可以 就是進來比較多 然後F1.7 這也是在IMF36的鏡頭部分 然後另外我們 Pro也一樣是有Mate RGB Sensor 我們可以偵測環境的顏色 讓我們拍出來的照片 顏色更接近整齒 然後有搭配一次 可以高值錄影的功能 好那我們進入到 Audio聲音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非常特別跟三代 有蠻大部分的是 我們導入的Geo Speaker 就是我們上面的那個 Receiver 話筒部分 也是另外一顆Speaker 所以以外兩顆Speaker 讓你就可以有更大的那個 音量 你可以當作養生器 使用 然後麥克風部分 我們這一次有三顆 那其實 麥克風的話 主要就是可以 三顆麥克風可以導入更好的降噪技術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手機上面會有兩個孔 那個是收環境音的 那在下方部分 那一個就是收你的人聲 那就是用減法的方式 我們把人聲那一端收到的音檢 去上面兩端收到的環境音 讓你可以達到更乾淨的聲音 無論是你要直播 或者是你要做完後擴音 都可以聲音更乾淨去處雜音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有 這個HIRIS OV 所以當你是用一些無損的音檔 或是質量比較好音檔的時候 你可以聽取到四倍高於CN音質的效果 而且我們其實 這一支Full Pro 我們自己幫忙搭配的耳機 就是有這個HIRIS的耳機 然後一樣 我們就是有心無磁的打發 可以讓音量更淡 然後聽音紀錄可以連成 14% 然後在DTS功能 在前一代 我們是只有在Ultra有使用 但因為要是頗附好評 所以我們在電視界都導入了這個功能 好然後這是 再來進入到效能部分 那這也是在M4 Pro的另外一個亮點 那基於它是旗艦的音響 當然它單純是搭配了現在 高通直接加一個1835最高 最好的處理器 那這個處理室是一顆8核處理器 然後它是有4核的2.45G8核子 跟加上1.9核 它可以就是用最省電的方式去達到最高效能 那在記憶體的部分 我們是6GB的LPDDR4 然後殖存空間部分 台灣這邊會上昇的是64GB的Ultra 然後電量部分 剛好提過我們這支手機 它是3600毫安培 然後搭配的是 ASUS Bruce Master的18W快速充電 那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在電力部分 其實我們的快速可以讓我們這支手機達到 你可能充電67分鐘就可以看一過兩小時的電 然後在上網通訊部分 還有這支手機它是支援3CA的4GiTE 可以讓你達到CAT12的下載速度 然後另外在Wi-Fi部分 我們是DiorBand 有支援2.4G加5G Wi-Fi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說是DiorBand 我們還是200KMIMO 有兩個天線通道 所以我們可以達到866MP的 極速Wi-Fi連接速度 好那我們現在總結一下 我們還在說ProFan 主要賣點其實很清楚 就是拍照有機性 那拍照的話是我們提到的雙鏡頭 有10倍的 然後10倍的數位變焦 兩倍的光水變焦 可以就是讓你拍人拍鏡都非常清晰 然後在感光人間 我們採用了前後都是兩倍電視 因為它有感光人間 現在在黑夜中輕鬆捕捉一切 那最後我們還採用的是 Pixel 一個獨立的影像引擎 配讓你在處理照片的降點 讓商品拍起來更清晰更真實 然後在高通處理部分 就是現在最頂尖的S8項目 然後再搭配就是HRP 可以讓你就是在最高效能 但是同時在電量靠右上 達到一個平衡 好那這是比較細複的產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再把其他人都會推行 我們在哪裏 我們在電量靠近 再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裏 我們在裏 我們然後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